好,各位奇友大家好,那这番棋是今天10月21号进行的韩国棋院锦标赛八强战 由黑方深圳旭对战白方宋之勋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那宋之勋是韩国职业八段棋手 对他不太了解 我们直接来看这番棋 开局,深圳旭只黑选择对角 然后大飞手脚 白棋挂脚完之后,逼住 非常积极的走法 黑棋点三三,然后白棋先在左下碰一手 再往上挡住,这个也没看出来 先碰一个什么目的 然后这个定势走完之后 白棋搬,黑棋断打沾上 白棋再断打再打持 黑棋跑,白棋再跑 后面基本上就是定势的走法了 这个棋也有这个黑棋直接往左边断打的 实战是选择从这里先打持 反正这个地方不管黑棋选择什么定势啊 最终都是黑棋取角控 白棋取外势 之后白棋断 黑棋打了之后排一个先手 再长 然后白棋拐吃 黑棋也拐吃 白棋跳一个 走到这儿这个定势就算是完成了 那这个定势选择的话 白棋肯定是最好右下是自己的子 如果说黑棋的子的话 那这个定型白棋还是有点损空的 现在白棋右边有块模样 接下来黑棋点脚 搬了之后连搬 因为底下这条边的价值不大了 所以说选择这个定势 提掉再打 黑棋贴住 白棋脚上另一个交换 黑棋再挡 那接下来白棋往左上 搬了之后断定型 黑棋也是打吃 提掉 选择一个最为简单的 之后白棋还是非常积极的 先拆了一个 这个棋如果说按照定势先沾的话 左边这里拆边的这个要点 肯定会被黑棋先走到 他先拆 先拆的话 黑棋也没有选择在上边断打 因为白棋左下角这里随时可以虎出来 黑棋这四颗子还要被切断 所以说黑棋补了一手 然后白棋再往上站 这样白棋两边都走到了 然后黑棋点刺 白棋是先往二路拖 这个棋的话黑棋就不太可能搬了 搬的话白棋断 大吃再被打一下 然后再拐打 白棋就全部厚了 以后这个底下这颗子先手一沾 外边再一拐 可以把黑棋全部封进去 白棋变得铁厚 所以说实战黑棋单退 稍微忍耐一下 那白棋呢还得再补一手 拆回 接下来黑棋右上一斤底甲 白棋飞出 也是AI的前三选 然后黑棋跟着飞 白棋靠脚 这个棋 黑棋大致就是斑 或者说长两种下法 长的话呢 就是把外边给冲断 然后白棋拿脚控 可以选择二路拖 黑棋也扳不下去 这里打吃就被穿掉了 只有长 然后白棋可以 右边再跳一个继续扩张 黑棋冲回去白棋就爬 这也是一种走法 实战黑棋扳脚 那白棋虎一个 一般来讲 这种形状 黑棋是不太愿意连回去的 因为白棋只要一立 这个局部白棋就安定了 黑棋小尖出头 白棋可以直接顾着右边就行 这一飞 右上呢 黑棋随时贴住的话 白棋就出头 总能走到一个 实战 黑棋打吃 收根 白棋反打下来 黑棋提掉 然后白棋再拍上去 接下来的话 其实黑棋 结财有利是可以去打这个结的 这个结对于双方来说都非常的重 右下的这个定势会给黑棋提供不少结财 可以立一个 白棋如果说跟着硬 那黑棋就断上去开结 右下这一拐 提结 白棋基本上也是要先沾的 然后黑棋可以拐打下去分段 右下这里断 至少还有两枚结财 再跟白棋拼 如果说这个棋 当黑棋立的时候 白棋直接提结呢 就转换 黑棋右下角一拐 白棋上边拔花 黑棋再拆出去 这样转换的话呢 黑棋的目数 还是可以的 实战黑棋选择沾结了 那白棋就沾上 黑棋虎一个回家 白棋底下拔 这样白棋上下两边配合起来的话 右边还是能成大空啊 黑棋拔一个白棋再长 黑棋再压白棋再长 这个棋如果说底下是黑棋的 这个空间的话 那这样黑棋压过来跟白棋互围 那还行 现在底下可以说是不毛之地 所以说黑棋就直接打入进来 然后白棋飞风 黑棋冲一个白棋扳头 接下来黑棋选择反扳 并没有断 因为断的话肯定会被白棋打一场封进去 这个黑棋还是比较危险的 因为你也找不出白棋包围圈的一些毛病 你要先打再冲白棋这样单退啊 你沾的话 他只要把外边这里给补好就行 像这个地方冲都是冲不下来的 黑棋还是要被封锁 所以说实战黑棋选择反扳 然后白棋沾上 这个棋黑棋就挺头了 虽然说被白棋拐到这一下底下 又变薄了一点 但黑棋也没办法 你要是压过来的话 会被白棋直接把头给搬进去啊 这个脚上现在出不了棋 力的话挡住 再顶紧气的话 白棋再一断啊 因为像黑棋这种二路拐 白棋搬 断的话他打持刚好都可以防得住 出不了棋 那黑棋最多也就这样搬 搬完之后尖顶 然后在里边去做活 实战黑棋肯定是想先出头 被闷进去总归不舒服 然后白棋拐头 黑棋小尖逃跑 白棋还是不依不饶 直接往这分段 黑棋肩顶要做根据地 白棋如果立的话呢 黑棋拆一个就行 实战白棋逼住 下的也够狠 不给黑棋任何的作严的空间 接下来黑棋脚上先立一个交换 然后二路点 这个都是黑棋的权利 白棋肩顶防一手 那接下来的话 这个棋黑棋选择照过来 并没有先二路搬 然后去做根据地 因为这个地方不太好作严 你要这样跳的话 白棋大致就不会往这挡了 挡的话被黑棋加进去 白棋会小尖出头联络 虎一个补断 那白棋连回 这样的话黑棋右边 你就算虎回家 被白棋这么一冲 以后再一挤 这个全是假眼 这一串走的就没有什么作用 爬的话回不去 被白棋一挤一冲 那就分段了 所以说这个棋 黑棋就直接往这照过来 先把这个断给补了 然后白棋搬 黑棋反搬 白棋断打完之后 沾上 这边白棋的两颗子 黑棋是吃不住的 你要是贴住 他就冲出来 就算黑棋有这种挤的先手 都没用 白棋不可能打 打的话 让你直接把这三颗子吃掉了 你挤的话 他就直接沾 搬这个就拐下去 吃两颗子 贴这个的话就成一个 黑棋还是智力破碎 所以说黑棋就直接沾上 补断 然后白棋拐吃 那黑棋的这个根据地 还是没有做出来 不过也是通过这一连串的交换 冲到上面去 让白棋变得更薄 下一招白棋跳回 这个地方基本上 也没有什么联络的问题 黑棋长一个 白棋就顶一个 黑棋反而还伤到上边的子 右边这里二路透点 最多也就是断吃这颗子而已 白棋可以顶一个 这个地方冲了之后 挖断都没用 被白棋往上一冲 黑棋又多出来一块鼓起 这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白棋右边已经活了 也不用补了 实战黑棋往天元跳一个 然后白棋上边 选择相不飞 这个棋还是想围左边 顺便照顾一下 左上角的这个断 这样的话黑棋断不掉 然后黑棋往底下跳一个 白棋再照过来 其实这个时候 黑棋是局势挺不错的 右边不管怎么说 把白棋的这个空给打掉了 然后中间这里也出头了 直接影响到白棋 左边这里 围空 所以说这个时候 黑棋只要 虎一个简单联络就行 这个白棋已经断不掉了 白棋就算下出 AI的一选 走出这种手精都没什么用 黑棋只要不贪心 不搬在这被白棋冲了之后再冲断 那这样会被断开 黑棋就这样简单贴回 底下刺一个 黑棋爬一个 背一个就沾上 白棋有一些便宜可占 但是黑棋这个大龙 已经完全活棋了 底下还有二路跳回 不用再补了 直接可以去抢空 那明显还是黑棋好的一个局面 比如说这个棋不要想太多 就应该简单联络 实战黑棋 贴在这儿是有问题的 这个棋白棋应该马上贴回 那黑棋右边大龙 整个又被断开了 他搬的话就反搬 哪怕白棋底下这一块被黑棋吃掉 双方形成一个转换 都是白棋便宜 这样黑棋还是挺危险的 实战白棋往左边尝试有问题的 结果被黑棋这么一 黑棋又练回去了 因为你冲的话他反冲 再往底下冲 黑棋就跳 打吃的话这两颗子就不要了 他双一个就练回了 像这个地方穿向眼什么的都没用的 黑棋都可以联络 所以说刚才黑棋出现了一个漏招 但是白棋也是错失了这里的机会 最终还是被黑棋连回 接下来白棋往上边飞 围这里的空 黑棋右下跳刺 白棋反刺一手 黑棋冲 白棋拐 黑棋再断 这个棋的话白棋 其实还是应该吃掉两颗子算了 黑棋后手吃四颗子 再慢慢的去收控 实战白棋也是意识到局势不利 所以说走的都很拼 这个地方连转换都不愿意 但是补这个段是亏的 接下来黑棋左下继续扳破眼 搜刮白棋 那白棋局部最佳的下法 AI的推荐是双一个 防止黑棋从这翻打出来 底下三颗子就弃掉 白棋关键是要把外边给包扎住 黑棋吃底下的空 那白棋就去强撑中间 这样还能再争一争胜负 实战白棋还是跟着硬了 加过来 那黑棋这样翻打 白棋提掉 黑棋再沾 白棋沾上黑棋再打持 这样白棋也是比较的危险 已经被分断了 接下来白棋挖一个 这个地方倒没什么棋 黑棋甚至于说先断打也行 白棋打持 小杰联络的话 黑棋还可以先靠一个 底下白棋顶住 黑棋就连回这两颗子 打持的话就先断 白棋沾上黑棋再一粒 这样底下黑棋也是活棋 白棋自身还不活 等他往中间这一带逃跑 黑棋中间大龙也能做活了 这样白棋空还是不太够 因为左边这个空到处露着风 像这里靠出之类的 也不太好 实战黑棋往底下跳 然后白棋打持 黑棋双一个 白棋冲一个之后 往上边一冲 接下来其实黑棋还是应该冷静 虽然说这个马上就可以断 但最好还是在底下做活 做活的话让白棋后手单关连回 然后黑棋再往中间这一带去坐眼 一边坐眼一边掏白棋左上的空 他围的话 黑棋就继续往里深入 这样简单定型还是黑棋好 这个关子基本上白棋也没有什么翻盘的机会 这个呢就是一个判断的问题了 实战黑棋突然起了杀星了 他是选择往这里去打 白棋提掉之后 黑棋也没有这个及时止损 上头了 白棋提黑棋直接断开这个尾巴 这个地方 深圳旭肯定是出现了误算 认为白棋全死了 但实战被白棋这么一搬 你只有断打 然后白棋再来一轮滚包 之后再挡下去 突然就形成一波对杀 而且这个黑棋的气并不领先 接下来往下看 这个黑棋搬一个沾上 那黑棋有眼 白棋也先坐眼 跳在这 跳在这也是一边坐眼 一边搞出来一个截针 黑棋要直接打吃的话 白棋就马上断上去开截 大只还是要从外边找截彩 比如沾这个 黑棋提白棋再去刺一个破眼 其实这样黑棋还好一点 就是因为白棋要先补外边的断 才能去破黑棋的眼 已经慢一拍了 这样黑棋还有机会去做活 实战黑棋选择往脚上扳 然后白棋底下爬 这个一路爬是局部对杀的一个技巧 就是把这个截搞成一个打而还一 打而还一的话 这个气是可以延长的 这个是在对杀当中经常能用到的 然后黑棋粘不断 白棋右边打吃 黑棋也是先爬一个 也是搞成打而还一 白棋打 然后再打底下 接下来白棋这个上边粘 而且白棋粘这个收气的话 像黑棋刚才断是 应该是先手的 同时还断打白棋 他粘这个以后 你断上来就是后手了 所以说以后白棋找结材的话 他就可以直接刺在这 然后冲断了 就不用先去补这个断了 这个也是一个区别 然后黑棋底下提掉 打而还一 再打收气 白棋右下也是先打而还一 再打收气 然后黑棋再提结 这边直接形成一个这个结针 然后白棋果然是往中间先刺 这个就等于说 省略了一手补断 这个对黑棋掩位的杀伤力 是很大的 黑棋已经走不动了 你再走的话 被白棋提结提过来 马上再去提 再提结 这个黑棋找不到结材 所以说黑棋 只有把这个结给削掉 提 然后白棋中间冲 黑棋再挡住 这个底下就不是一个结针了 这个底下白棋要再提结的话 黑棋就可以粘结了 就变成一个连环结了 白棋再提脚上这个 黑棋又提边上这个 你再提过来 他再提脚上 这个白棋已经死了 虽然说最终通过这个结 把白棋给杀掉了 但是黑棋中间怎么办 被白棋这么一段 黑棋够呛了 这个棋到现在为止 只能看到右边 这个后手一只眼 然后黑棋打持 白棋也是非常稳妥 他要长的话 黑棋这么一虎 这个头出来的话 还真的说不定 不一定能杀 白棋就直接咔嚓一段 当黑棋提掉的时候 白棋双一个 只要撤住右边这一半 白棋就赢了 这个棋白棋没有打中间 你要打这个地方 去破眼的话 这儿被黑棋冲 要出现问题 挡住的话 直接断打开棋 那这个白白搞出来 一个结肯定不行 但是你往前长的话 被黑棋这么一冲 挡住 断打先手再一断 就直接吃通了 这个肯定也不行 所以说白棋要双一个 先补齐 然后黑棋继续在里边 搞事情 反正黑棋死了 就没得下 虎一个呢 有一个小陷阱 就是黑棋走在这儿 白棋不能去 挤一个补上面的段 不然的话 中间被黑棋这么一打一挖 白棋三颗子就死了 你再打他就沾上了 形成倒铺了 所以说白棋是沾上的 然后黑棋来一个二路点 白棋冲 黑棋挖 白棋断 黑棋再断吃 又搞出来一个这个截针 白棋有截先提 黑棋右边立 白棋打 黑棋再提截 其实这个截的话 也是一个假的截啊 其实根本就不存在 白棋完全可以直接打持在这儿 让黑棋沾上 然后再去把右下吃通 这个黑棋就这么多口气 这个是确定的 白棋外边大龙的话呢 他刺一个沾上 再冲再沾 主要是黑棋也 不好收气啊 他挖进来收气的话呢 白棋这一长还有棋 你中间 沾上补断的话 白棋还要从上边 尖顶联络 你冲的话他断 你沾回这颗子 白棋可以直接断在这儿 这个棋首先黑棋往上断打 白棋沾上这个三口棋 黑棋外边只有两口 来不及收 然后你跑这四颗子 打持出来的话 冲过来又伤到中间的这个棋 被白棋这么一打 那黑棋就沾不上了 要不然直接被沾死 所以说其实这个地方 这个截都可以不用打了 白棋直接打持上 黑棋沾上 然后再连回去 就已经杀掉黑棋了 实战白棋还是继续找杰材 先打一个再提 当然这个也没什么错 然后黑棋中间沾上 这个并不是杰 白棋算清楚之后 把这个杰给削掉 然后黑棋底下切断 瞄着白棋中间这个双板凳 那白棋只要能出头 或者说长气就行了 下手棋 白棋飞出 黑棋搬 白棋肯定不能断 断的话被黑棋这么一打 再一打又变成一个结阵了 所以说白棋沾上 然后黑棋靠上来 要杀棋 最终走到白棋一搬 黑棋认输 这个棋已经没起了 你反搬的话 封锁白棋 他就断打 你跑这颗子的话 他就从这几个打吃 再冲这个双板凳 白棋沾上 刚好都可以连的回去 气势够 你再往旁边反打 他就提掉 这个肯定是封不住白棋 而且白棋马上一提就活了 所以说最终黑棋被吐龙 那这盘棋的话 大部分时间 这个还是深圳续在压制着局势 这个但是走到后面 对于底下的判断出现了问题 黑棋明明可以放白棋条深路 然后往中间掏空 这个棋就稳赢 实战黑棋非要杀 结果搞成一个打结 然后白棋通过收器 中间的断也不用补 直接刺过来破黑棋的眼 黑棋因为结材根本找不到 只有被迫消解 然后白棋直接冲断之后 黑棋右边大龙就再无生还的机会 最终被翻盘 好那天板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